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14号宣布将投资3.7亿美元 与14家美国企业合作开发 储存超低温液体燃料等技术 帮助宇航员重返月球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将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太空机器人公司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14家公司签署15份合同 美国航天局预计该合作的投资额为3.7亿美元 其中近7成资金将用于开发液态氢 液态氧等 超低温液体燃料的储存技术 此前一天 美国航天局宣布与其他7个国家的航天机构 签署了阿尔特密斯协议 包括澳大利亚 加拿大 意大利 日本 卢森堡 阿联酋和英国 这些国家将参与美国的新登月计划 阿尔特密斯计划 美国航天局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廷14号表示 各个国家和私营公司可能有各自的探月需求 阿尔特密斯协议概述了未来探索月球及其他领域的行为 致力于实现共同安全探索月球 但这一计划也遭到了批评和质疑 据此前报道 俄罗斯航天局局长罗格金12号表示 阿尔特密斯计划过于以美国为中心 俄罗斯不会参与